我們短短在一個大概是不夠一個星期 我們總共是找了94位個人或者是團體 是當今次我們一地兩檢關注組的發起人的 在這裡我可以代表這麼多位的發起人 呼籲各位市民或者各個團體 無論你是專業的界別 無論你是哪一個界別都好 又或者是所有民間團體 我們希望你都可以一起參與 希望你都可以作為聯署人 我們呼籲希望大家積極投入這次我們整個活動 希望大家真的要關心香港 真的關心我們的一地兩檢 絕對是破壞香港的一國兩制 現在我們簡單讀出今天的三個訴求 第一就是停止向公眾發放 關於西九一地兩檢方案的誤導訊息 第二就是撤回西九一地兩檢方案 第三 諮詢公眾善用港深廣高速鐵路和西九站的意見 五月四十地電腦 同四十地啊 四十地得到 十一地勤 二十地勢